有的时候说决心决心 回头要找见这件决心 决心到底在哪里 决心就在行者 念念在一切法中 懂得开始 回光开始 所以过去我们体会回光二字 总是好像感觉在感受之中 好像回头回到源头处叫回光 事实上将来你会慢慢体会 这个回光就是什么 就是深入一切万法之中的担当 你为什么能够深入一切世间万法 是因为你一定念念站在绝体上 假如你不是站在绝体上 你在一切世间法相上面 他是根本不知道一切法的 你在黑不会知道白 再大不会知道小的 你能够深入一切世间万法时 你突然才会发现 你根本不注意法 因为不注意法故 才能够了然于一切万法 这是佛门之中讲的根本的大决心性 所以最初你要找这念决心时 就像上次讲到前影中讲到中门中祖师讲的石牛一样 刚开始找的时候你可能忙忙剥草去追寻 怎么样感觉也感觉不到它 可念念之间你肯于在这个每一个起心动念处 每一个感受现前处你已经懂得都在决心底下的作用信用上面去思维 虽然说到信可能在心底还不是全然明了 可是你已经敢于在上面在性向上面去不断的剖析分析 能够这样子不断的念念回光念念批波的人久而久之 在现前的感受的势力 它渐渐它会变成消邪 在每一个过去念头感受的这个势力的现前处 你突然感觉到那哪个不是决心的成就处 所以才会说水边淋下鸡变多 芳草披离见也末 所以那个是一个行者已然在一切法中 一些念头当下体会那个决心的所在 指导上也有讲 大部分人都会认为 难道佛门之中讲到佛法就是念念照见决心 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难道世间法随着一切法意法相都不必知道吗 一切世间的道理都不需要了解吗 其实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根本没有念念关心的人 心中所说的世间愚痴语言 你根本还不认决体 你怎么会知道世间法相呢 就好像在静色之前 你根本不认静体 你站在静色的妄想执着 你想要在静色的执着之中 想要明白一切静色中的种种一切的法相法意 那绝无是处 因为你跺在哪一个静色就受如是静色夜感束缚啊 你站在不差别的夜感束缚之中 你想要说了解一切色相是决然是痴人说话 所以叫你先去证得尽性 所以有的人就误会了 他从来不习惯于站在绝体上参的人 就会误会 难道只要证得尽性就好吗 是因为过去跟你讲尽性 你还不见得能懂 所以起先说用尽性接应你回光 当你真正正道尽性时 哪个尽性不照色 你自然就照色 你才能够明白一切色 才能够明白一些道理 所以不是说先叫你们大家 只是令令之间反观决体 难道只是这样子反观 就是一切佛法的精髓吗 等到你真正有一天 水边淋下积变多 都知道是觉醒时 那才开始 从此以后 叫做倒架此行 回入缩坡时 你才能够敢担当一切感受处 因为你站在根本的绝体之中 你才知道什么缘故黑 什么缘故白 你才能够明白一切世间法义 你才能够真正知道一切世间法相 但那个时候知道一切世间时 那岂是说在你心中 还真正有一个世间在你心中 这样子分别吗 不是 那个时候的智慧 他们全然了解就是一个决体 决体现前就是世间 其实世间就是决体 方便说世间时 他从来不暧昧决体 方便说决体时 他从来不断灭世间 这叫做原觉 这就叫做原觉 所以这里面就无二无别 本来就是它的应用处 本来它就是决心现前处 所以要怎么回光 就在大字 就在方字之中 念念去体会 念念观察 你一切法门之中 你都不会去 在任何世间之间上面 再说忘记 你都会在一切法门 一切冥想之中 都是在心性的作用之中 如实解释 这个人总有一天 他会破去过去的 所有一切众生之间 那所有的一切 世间夜感的造作 那个在《观普贤行法经》中 就叫做破坏心意识 那种破坏 不是只是在破坏 那种破坏 是在根本心性的智慧中建立 因为在心性的智慧建立过 过去的夜感自然就坏 所以破字当下 一定要知道立 你立了根本出世的善的善见 那过去的恶见自然破 你想要破过去的恶见 就要在将来出世 真正圣人的知见上面 说中中破 所以他绝对不是在破中说破 他是懂得如何建立 所以说破 所以这是什么 这你慢慢体会到 决心就是如此 决心的作用就是如此 当你能够明明白白 对在一切法中 看到决心的作用都是如此时 你就叫做决心者 后面的训练 能够明分数中会 能够明升 能够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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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摩阿姨 阿摩 阿摩